如果说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人生不设愿望的阶段 你们信吗 我真的现在不设愿望了 我说实话 我的感受是每一天不一样的 第一天醒来 我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哪 这一切是为了什么 第二天就觉得说 原来这件事情 其实你去接受它去感受它会很不一样 然后包括现在录完了我坐在这我又觉得挺难忘的 是不是这个时间可以再来一天 就是你会随着每一天你的感受是 是对越来越接受越来越喜欢这件事 可能在私下里不久的将来我也会约朋友出来录营 可能 也许 也许 陆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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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不适合带父母一起来 非常不适合 我好像参与的户外活动比较少 这个确实是说实话 对于我来说解压可能就游游泳 然后拼乐高 然后上上普拉提课 上上瑜伽课 然后找朋友喝个酒聊聊天 这些是属于我的解压方式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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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